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 聽到我聽到嗎 剛剛有一點技術的問題 現在有沒有聲音 現在有聲音就給我們反應 已經聽到了 真是不好意思 各位 哎呀 一定是我太小聲了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大家記得要支持我們 我看今早大家一直看著Caster和太陽神做節目 其實我感覺上就不是分析員和主持和觀眾 我覺得是朋友大家在這裡聊天 所以那個感覺是相當好的 這種感覺繼續 是 收到 我們繼續下去的 在回答大家的問題之前 我們都是先看大事 好 看看恆子 港股今天下跌的 恆生指數低開116點 到16978點 再度跌穿了17000點的關口 之後就一直沉底 最多跌過310點 低見16784點 暫時恆生指數是跌了274點 到16820點 那郭老師怎麼看大市的走勢 怎麼算好呢 首先來說 不要說技術上的走勢 其實每日的視頻我都提到一點 市場要好些 或者要跌些 我們暫時是拿10天和20天線來做個參考 10天和20天線 不是能夠跟我們講到大市的走勢 但是可以告訴我 市場的趨勢 簡單來說 你騎著10、20天線樓上 你的勢頭就有利於試回萬七樓上 這個很簡單 反過來一旦失手10和20天線 都不用說了 反覆不明又再重演 這是一個很簡單容易動線的方法 去看大市的趨勢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由1月22日開始的所謂中期反彈 現在是第12個星期 一般一個中期反彈 11、12、13、14 最遠我記得是16個星期都見過 但是當時沒有這麼多不明的問題 即是說 市一路向上走 直到這一分鐘 我都是當一個中期的反彈 反彈過後 不是代表的大市會大跌 但是最低的代表的大市 會在一個區間裡面上上落落 期間來說 有些股份就持續偏強 有些就持續偏弱 有些就繼續沉底 就個別發展的了 最關鍵的就是 香港是靠四個經濟範疇 去拉動整體經濟的 包括旅遊業、建築業、轉口和金融業 現在什麼環境 不需要我多說的了 所以你說市在三個月 或者六個月、九個月之後 會不會是慢慢進入一個牛市呢 先決條件就是這四個範疇 在未來大家看法是怎樣 如果是慢慢慢慢向好的 不用多說 這個是一期的牛市 但是如果三個月、半年 或者九個月 旅遊業、建築、轉口和金融業 都是不明的話 這個只能夠定性是一個 技術上的反彈 是一個技術上的反彈 和一個牛市的部署 是完全不同的 在牛市一期買錯了 不要緊的 總之你買對股份就可以了 慢慢慢慢會升上去 因為盈利前景都還是翻棍 但是盈利前景不明的話 你買錯了 你要付出很重的代價的了 有城市就是輸少就當贏 壯士斷備要懂得這件事 很多股份去逆轉的時間 大家不知道後面有什麼成因 但是當你知道 是真的有這樣的問題的時間 可能在帳面上已經損失得很重要的了 今天的開場白 我就說多一點點了 我們繼續了好嗎? 好 收到 事不宜遲 回答一下觀眾朋友的問題 第一位就回答 Standy 她想問郭Sir 6060總安在線 她13.4的時候買了 看到今天都跌了比較多 她想問一下 她什麼時候走好 以及怎樣做好 其實暫時 總安在線的走勢 仍然處於一個整固等變的形態之中 看回比較窄的走勢 一個月的高位是14.16 一個月的低位是11.64 暫時來說 是在13元左右的徘徊 那你13.4買回來 其實帳面上 暫時來說 輸贏不大 你可以稍微等等先 不過這樣 做一些風險管理比較好些 一個月的高位是14.16 這個也是你暫時的上網目標 如果能夠突破的 那當然好 萬一不突破 去到14元左右水平的話 理性都要下車的了 因為14元如果看圖來說 是一個雙頂來的 而能不能突破這個雙頂呢 就要看下面的動力 我不覺得動力有所改善 只是一半而已 所以理論上你問我的話 我就建議12.5元做一個指示位 一旦跌穿了就理性離場算數了 反正你現在入市都是贏少少你就走的了 輸少少也都懂得離場 這個是給你的參考 好 收到 跟著看看Andy Andy 而他想問一下郭Sir兩隻的分別是 6110韜博和288萬州國際哪隻好些呢 兩隻是不同的業務的 韜博是做一些運動服飾那些 其實來說在環境好的時間 是可以看得比較正面的 以現在大概往績17倍的市盈率是比得到的 息率也不差的 有7厘 如果你說真是作一個中線部署 我沒有太多的意見 但是暫時來說會在一個低位上徘徊 上落於5.1至5.79之間 到底跌穿5元還是突破5.8元 現在這一分鐘都不知道 但是有一點都是可以看到的 股價仍然跟10、20和50天線 是混綁在一起 那如果是跟2008來比的話 二選一呢 我想我會選一隻兔博 再看看2008的走勢 萬洲國際 食品來說它的估值也不算貴 大概是14倍的往績市盈率 2008 5倍左右的 5離左右的息率 那股價一樣在5個多元錢 但是走勢呢 它就是強過吐薄的 問題就是這一點了 因為它由低位上來 4.4左右 這個是近期的低位 一直升到現在 已經升了20%了 一隻升了20% 處於一個高位 一隻在區間裏面是整固 作為一個短線的炒作 如果早前要做部署 當它踏過10、20天線的時間 就要追入的了 那來到現在這分鐘 它已經升了250天線比較遠的 什麼時候有回通我都不知道 但是我自己覺得 直播空間可能不是太大 因為累積的獲利貨實在太多了 所以2008和韜博都差不多的價錢 二選一我會選的話呢 我會選擇韜博 好 收到 Andy Andy 我們參加了國際建議 接著我們來看看 另外的觀眾朋友 想問一下 883中海有的 想問一下中海有的 上網可以去到多少 那麼 中東現在局勢就越來越緊張 那麼 伊朗在敘利亞的事館被炸 它一定會報復的了 那麼所謂報復 就是事態是大還是小 如果是稍為給你一點顏色 那麼問題就不大也不重要 但是一旦事態發展比較不明 從而令到石油的出口 是有少少受虧規限的 那便麻煩了 第一 國際油價一定是飆升 95至100元 這樣一直扯上去 都其事 883中海洋石油的股價 一定會突破20元 那麼 那麼 在年初到現在已經升了50% 一直都在收緊 那麼我看到 你看到 其實機構性投資者 沒有理由看不到這一樣東西的 它一直在儲著首科 那麼 那麼 加上呢 股值就不高 6.6倍的市盈率 息率都有6.5厘 那就是說 現在撇除了其他因素 哇 升那麼多的那些 不要計算 就現在這一分鐘看下去 它都是6倍幾市盈率 實際上我推介的時候 都還是3倍幾的市盈率 已經升了一倍的了 那你問我的話呢 我就覺得 突破19.78元 只是時間的問題 那麼 那麼 若忍有的是中東的局勢 這隻黑天鵝 會不會突然間一撲撲出來 如果 沒有什麼大件事的 它就19個領在猜拳 因為升了那麼多了嘛 如果有些想不到的事情 突然間發生出來 令到油價 國際油價 一推穿100元的話 那它就10過20元了 我的看法是這樣 嗯 收到的 然後就看看Jacky 想問一下郭Sir 這隻車股2015 理想的 它是想入的 想問一下什麼位可以入 那我不知道 你對新能源汽車的看法是怎樣 那實際上這麼多隻上市的新能源汽車 比亞迪和理想 是最好的那兩隻 因為最低限度還是賺錢的嘛 但是問題呢 就競爭很大 況且去年就 銷程就相當好 今年在這麼高基數之下 你要維持這樣的銷售 是很難的 唯有打格格戰 一打格格戰 就代表你的無理是收勢的了 所以 對理想來說 我的看法只是一般的 那都不知道 180多元跌至110多元 跌了很多 有得直撥 那純粹抱著投機的心態 沒有問題的 不要賣多 113.9 就是簡單說 113.9 就是近期的低位 一個月的低位 一跌穿了 這首貨就只是算數了 因為是逐沉低的 反過來 一個月的高了156.7 暫時看不到這麼高的 首先來看有沒有辦法 先達到130元 順帶一提 如果看走勢 就這樣看下去 整個形態好像不好 但是跌得來 是很難看的 一個島 兩個島 三個島 連續三個孤營的島 是出以一個裂口性低開來跌 即是鎖死了上面高台的貨 很簡單說 你現在118.6 來計算 我就當你140元 樓上買的那些貨 全部要輸錢 走得掉的人很多 走不掉的人也不少 所以要買的話 千萬不要看得太急 看得太進取 一百三十元 過得到的話 我們再向上網 可能這也是短期的上網目標 一百二十八到一百三十 反過來 一百一十三個九 一個月的低位 一旦失手 我就覺得應該是止虧 你買得便宜 人家八二八三八四元 買那些貴的 那些捱得 今天捱不到明天 捱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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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捱著捱不住的 所以所有平均移動線 已經開始逐步逐步轉漲了 其實有多早已經跌穿了一條二百五十天線 要留意 好 收到 看完這輛車 看完另一輛 還有一輛 還有一輛 一比亞迪 觀眾朋友 Joyce 想問郭Sir 他 二百一十一元有貨的 即是現價 想問一下上網 可以看多少 還有沒有上網空間 近日有個高位 二百一十九 我當你二百二十 你看圖 就由去年十二月到今天 一頂、兩頂、三頂、四頂 有四個頂 要突破二十二百二十元 似乎來說 我覺得不太容易 因為近期的成交 不太配合 即是動力不足 事實上由一百六十七個八 開始 去到二百一十九元 其實累積的升幅已經相當多 這個你就當一個中期的反彈 你現在在二百一十一元買 似乎與二家相約 但你看回整個圖 打開圖 你根本是在高台買了下去 好了 計算數 二百一十九 在今個月的高位 量度下來 有八元 暫時來說 希望試一試頂 試一試頂 就有八元的空間 這個也是暫時的上網目標 後抽 再跌穿二百零五元 那就糧玉景浩 就要小心了 我想做一些風景管理比較好些 即是一旦跌穿二百零五元 不知道你捨不捨得 如果給我 我會做一個理性的止蝕 況且一手五百 買了都起碼十幾萬 十幾萬在今日來說 不是一個細數來的 所以 部署了的話 不要緊 懂得贏就走 好 書一仍要計數 其實比亞迪我是很喜歡這隻股份 因為她的 新能源汽車的銷程 是No.1 而且 一直以來都是守則牛耳 但始終五百一手 買一手就要十幾萬 我很難開口叫大家買一手搜門口 除非她拆 五十股一手 我就不同看法 但今日來說 五百一手 是很難作任何部署的 好 Joyce就開始參加郭Sir的建議 接著我們看看Cindy 她想問郭Sir 就是1299有邦 她想問郭Sir 怎麼看有邦 有邦今天又不聽話 看到她跌至今年的地位 她說她是六十元零六毫 加了注 現在應該要沽了她 還是再加注 不加注 是啊 你不捨得沽的 你真是不捨得沽的 如果你捨得沽的話 你不會六十五元 不單止不出 還要再加注 那越跌就越是不捨得沽 這個是一般人的一個心態 是很正常的 但我們要用理性去看 早前一二三四五 五支音速插下來 是大成交的 由六十五元下來 那麼大手貨 一路六十五元一路派到下去 五十五元 不是一般省會能夠做得到的 那麼大堆頭的拋售 她說什麼時候才買回來呢 我覺得她暫時來說 是不會考慮買回來的 所以變成 你問我股價的走勢是怎樣 其實都不需要我多講 第一 她已經創了幾年的新低 第二 所有平均移動線的排列 是標準的跌市模式 二百五十在上面 跟著一百五十二十十天線 這些勢頭 老老實實 沒得搏的 忍得痛的就指示 忍不得痛的就捱 還有一件事要留意一下 有邦這樣跌法 到底有些什麼呢 暫時來說 好像沒有什麼壞消息 但是有幾件事大家要留意 她的新業務增長 可能在經濟不明之下 是很難會有良麗的走勢 就是業績給我們見到 第二 很早前她是收了保單的錢 就買了很多不少的美國的國債 但是當時債息很低 離幾兩厘而已 現在聯邦基金利率都五離二五 即是當時買的債價全部都下跌了 幸好她有能力拿到尾 那就不需要輸 但問題是賬面上虧虧了 就是虧虧了 那麼 市場市場可能這條數也不小 我覺得暫時來說 技術表現又差 也沒有什麼特別大的憧憬 就不要見過60元 就覺得40多元好像很便宜 她便宜一定有個理由 跌穿50元落到49.25元 這首貨你想想是誰訂出來的 我不覺得是你們或者省戶訂出來 不捨得走的 省戶是不捨得走的 誰沽出來呢 又是機構性投資者 那麼這個價錢沽出來的話 她不會明天後天低兩元買回來的 所以你問我的話 我仍然看得比較淡的 不要加注 你不肯沽也算了 無謂再加注 嗯 那麼 先記得聽話 接著我們就看看1810小米的 那麼觀眾朋友想問一下 她會不會再升呢 這隻小米 炒就炒得很好 你相對大使來說她是強國大使的 剛才大家看到一隻有幫 她股價呢 是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的 嗯 但是小米剛剛相反 就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上的 跟大使相比呢 她強過大使很多 因為十二十五十一八天線 全部騎著250天線之上 就是因為她很強 實在太強了 在市況不明之下呢 我不建議再告罪的了 那麼 早前來說 由十二三元 開始走上去 就炒到小米的車 是 沒錯的 她發佈了之後 其實 訂單很好 相當好 五千元 就落到一個單Payment 那麼 接著就可以 等待交車了 但是有不少人士 是純粹是 希望拿張醜的 因為那車賣得便宜啊 拿張醜 五千元 然後我放出來 加一萬加八千 可能會有人要的嘛 因為母車本身就是便宜啊 但是 情況是怎樣呢 都很難說 那麼 可能會有 多一元幾毫的上升 但是我不追的了 就是你要強行追下去的話 要計算數 一個月的高位 這個也是一年的高位 在一年的高位 聽清楚 是17.34 恆生指數現在是 在一萬六千幾 而它的股價呢 是一年的高位 就是強過大市很多 就是強得太過明顯了 所以我不建議再高追 它不是說好像 中移動啊 中海洋石油啊 匯控啊 或者是 八五七那些 有一個很好的股息 它沒有的嘛 喂 沒有息收的 純粹是靠你的股價上升 大力的投資回報 這樣低賣就有一顆薄而已 高追我就要想 萬一不對板 我什麼價值虧的嘛 17.34 相對現在16.46 來講呢 勉勉強強 都有9毫子的常務空間 就是說 這一口價賣了下去 15.5一失手 你就要止蝕了 因為跌穿15.5 就代表股價 也會撞穿 10天的平均移動線 量起了反覆的訊號 你要留意了 好 收到 接著看看Calvin C.L. Lee 他想問一下 葛Sir姐 176.8 威的 他問 會不會有機會跌到去 9元到9.2元 白威亞太 喝喝啤酒 上市的時候 二十幾元 是威是小 到現在來說 沒有得威了 白威怎樣白威 沒有得威了 是不是 以往來說 踏入夏天 其實啤酒股都很亮麗的 包括清啤和潤啤 但是今年見不到這個情況的了 他的走勢 也都是 好像有幫一樣 所有平均移動線的排列 是標準的下跌模式 250 下面100 跟著50 20 10天線 而股價走在最下方 直至股價能夠反彈 捉回10和20天線 才可以脫險 現在還是未脫險 今天來說 已經創了一年的新低 最低的10.36元 9元到不到 我不妄下評論了 先看看10元 好嗎 二十倍的往績市盈率 其實內需板塊裏面 就不算貴的 好市的時間 三十多倍 我們都能給到 但是現在不是好市 息率有3.9厘 這個是往績來的 如果未來的銷程 稍微放慢的話 它派不派到這麼高的股息 都成為一個問題 你說9元就遠一點 先看看10元的防守性 到底是怎樣 要買都真的不要急 不要用 好去就是一百一手 入場費不會 買一百兩百 都是一萬兩萬元 如果有興趣的 細細住部署都沒有相關 穿10元 只蝕算數 輸贏很有限 真的 好 接著看一下我們的菠蘿包同學 Johnny 他想問一下郭Sir 就是62號 再通記 我想郭Sir 你看一下這隻股份 早前我跟他管理層都吃過飯的 我吃完飯之後 我才知道 原來巴士的業務 他沒有錢賺的 他真的沒有得賺的 巴士業務 因為他的維修 各方面的營運 開支都很大 是靠其他的業務 去推動整個集團的發展 以十倍的市盈率 說真的 就不是貴的 這個是可以給得到的 息女幾乎都不抄 以往息女幾乎 差不多九厘 所以你問我的 我覺得 沒什麼太大的驚喜 因為業務 你不可能有爆炸性的增長 平平穩穩的 這樣如果排得到夠式 已經是相當相當之好的了 9.06元 是一個月的高位 8.82元 是一個月的低位 整個月 都在那兩毫子裡走來走去 簡單說 拿了貨的 差不多有九厘息 又不沽了 有得放在那裡 想買的 又心大心小 又希望便宜些才買 你問我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看法 有貨 就拿著在那裡 不要緊 因為事實上來說 息率相當好 亦都具備一定的防守性 但是要選它來做一個部署 我覺得 我就未必會這樣做 我會選其他的股份 包括中移動 後位 匯控 後位 883 後位 157 後位 那些有策略性的一個部署 它好像說它24元買12萬股 24元 24元 62號24元買 是 它只是加了這一句 它是不是說這一隻呢 如果24元買Johnny 是很早前很早前的 那我更加給不到意見你了 因為 你24元買一直拿到現在只有9元 我這個價格 我是不忍心叫你沽的 而且它來到現在這一分鐘 它有9厘息 有10倍的市場率 你唯有放在那裡搜 現在拉回徒弟呢 20元是多久的事 很早前很早前 一路跌一路跌都不肯走 直至到去到7.4才有一個技術上的反彈 那股份呢 Johnny又這樣可以計得到 它的業務是很穩定 但是穩定還穩定 你的股價跌下來就是跌下來 包括呢 現在很強勢的匯控啊 中移動啊 還有883、857都是這樣說 不知道哪一天 不知道什麼原因 當股價有一個明顯的下跌的時間呢 作為投資者呢 就理性執行自己的風險管理 因為你後面的成因 你不知道 舉個例子 好像1299 一向基金都是外股的 70元、80元、60多元 很多人買 一旦跌穿了 60元、55元 那大小便容易去 即是說自己的投資 一旦穿了一個重要的資質 這個重要的資質是多少呢 是8%的止蝕位 不應該跌穿 一跌穿了8%的損失 9%的損失 10%的虧蝕 減榜 這個是最理性、最自保的 很多人就說 我這頭減榜 那頭升上怎麼辦呢 沒得說的了 沒得計數了 你的風險管理 你做了就是做了 因為事實上來說 你還是拿得比較重 來到現在這一刻 我給不到意見 本來打算收息讓老 那就收息了 但是你的股價跌下來 等於買煤氣 一樣道理而已 每年十送一 當然好 但是一不送 就怎樣呢 十幾元就跌到幾元了 很多十幾元拿著煤氣 到現在都不捨得走 其實有時候 太過感情用事是不行的 股市有時候 有些情況 我們是要特別留神的 當一隻股份的收益很穩定 業務前景很穩定 我們全都相信他 全都相信他 全都相信他 我們就不會做任何的風險管理 沒有這個意識去做的 但你怎知道前面會發生什麼事呢 唯有我就做好風險管理 鎖定自己的虧視 一到8%亮了黃燈 紅燈都亮了 減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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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10%輸了錢 我離場算數了 他升上去都不關我的事了 因為這個投資 我的風險承擔就是10% 其實這個方法 吐落哪隻股份都是適用的 你們自己要消化一下我講的說話 是的 好可惜 那我們接著看看LinLin的問題 他想問一下 2382 順域光學的 想問一下 可不可以進一下 唉 沒什麼興趣 你純粹是短炒的 就沒什麼相關 因為一個月的高位 57.1毫半 跌到37.1 跌了20元 反彈行不行 很多人都會這樣想 況且這兩天的股價 都是回到10天線 但由37.1 去到現在這一分鐘 已經10%了 你再向上望 有20天線 大概在45元左右 OK 好 我就看著20天線 來做部署 即是說上面有大概 3.5元錢的上望空間 那條數很容易計 現在買下去的話 萬一不對板 跌穿37元 就要止善 這幾元 你就要交出來 就算數了 其實近期來說 都是一個技術上的 急跌後 一個後抽 真是反彈的意思 反彈過後 如果業務各方面 都仍然沒有一個 量力一點的成績 或者憧憬交出來的話 股價最終都會反復 會不會續沉底 是另外一件事 暫時目標 阻力是在45元左右 要拼搏的話 也不太多 一百一手 買幾百 看看行不行 可以的就開心 不行的 37元失手 離場也算了 我們有時做投機 都要少少灑灑 懂得保護自己才行 很濕度 接著看Anita 她想問一下郭Sir 1378 中國雲橋的 她想問一下 現在可不可以買 強勢很強勢 很厲害 Kristine 她以前是這間公司 出來跟我們講話的IR 現在已經入了董事局 很厲害 很厲害 問這間公司的情況 她所有東西都可以回答給我的 還有我看過這間廠 在山東 你知不知道 我們一群人坐著一部車 逐足走了一整個小時 我們沒有下車的 看好這間廠 這裡做甚麼 那裏做甚麼 那裏做甚麼 看完之後 都是看到四分之一 如果你坐在一部車裡 看完整間公司所有的東西 你要逐足四個小時 帶得很厲害 很厲害 我只要爭的就是 她在山東那裏有很多地 但她沒有多心 沒有說因為樓市好 她發展內房 沒有的 完全沒有 很專注做旅的生意 中旅是她的下游客 但是跟她吃飯的時候 還是六個多 一個月前 來到現在這一分鐘 上到十元已經升了80%了 買得當然是貴了 我就考慮觀望了 等她回吐先 試回去 或者是十天線 或者樓下 我才會考慮的 我會給一點點時間 和耐性去看 好 收到華華 這麼快的時間 差不多了 我們看到大市又跌 跌超過300點了 現在恆子 這裡沒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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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機會變 OK 305點 大家要留意了 今天的指數這樣下跌 其實是十天線 撞穿了十天線 不是代表大市會大跌 是代表什麼呢 經過了十二個星期的中期反彈之後 那股市的上衝的力 開始收勢了 其實有沒有發覺到 強勢股份有的 匯控也有強勢 中移動是強勢 這隻特別強勢 883也強勢 但是呢 在高台都開始有少少拉腳和整股了 所以呢 這三個股份我過去一段時期 我都不斷推介 但是來到這個水平呢 我都不敢刻意去推介 只能夠看勢做了 我都不敢大手去推介 因為升得太多了 那如果市房一旦是失手十天線 再輕輕撞穿了二十天線 大家對大市的看法 就不要一面倒向上望了 那事實上 雖然市是先低後高而已 但是始終波幅只有7、8、10點 你若是突破一萬九 一萬七千一百 九十點 如果不是的 時必是會再回市一萬六千四百八十 到底走哪裏 是沒有人知道 就先看看十和二十天線的支持 對的 撕回一點點 恭喜大家 開心錢 賺到一定好的 不對的 輸一點點 都要懂得離場 因為浸市都是中期反彈而已 我不覺得是牛市一級的開始 不覺得是 很濕度 見到股市跌了太陽 我決定沒有心機 現在去吃東西 這麼早? 可以提早吃東西 星期五 做完就吃東西 很重要的 等下四點半的時候 再和大家跟進市況 四點半的時候再見 拜拜 大家記得按LIKE 留言 訂閱 按鈴鐺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如果想鼓勵我們的話 歡迎可以按個SUPERFANS 給多些支持我們 謝謝 足夠 期久 餅